花莲县篮球协会卫生根地方基层篮球 培育花莲篮球幼苗 暑假期间邀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在自强国中举办两梯次的第一届小大师篮球精英培训营 由国家级教练率领师大女篮队 亲自规划各项培训课程 期盼透过多元趣味的方式 帮助花莲喜爱篮球的小球员 获得正确的运动态度与观念 并培育明日之心 花莲县篮球协会卫生根地方基层篮球 栽培花莲篮球幼苗 今年暑假邀请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女子篮球队 在自强国中举办第一届小大师篮球精英培训营 日前第一梯次以圆满落幕 第二梯次同样吸引许多小朋友参加 师大女篮总教练梁家英怀抱着推广篮球的初衷 有感资源多分布在北部西部 今年决定将篮球正确的观念和技术 以及团队合作精神推广到东部 首先很高兴能受到花莲县吉安湘花莲篮球协会的邀请 来到这个花莲东部地区 把篮球的一个运动带来这边推展 在北部地区已经有很多这样子的训练营 那资源上相当的一个丰富也充沛 那经过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机缘的部分的认识 那有提到这个 然后我们藉由在北部的一些训练的经验 我们希望把他带到东部来 这边给花莲东部的一个小朋友 那希望他们能对篮球更精进更热爱 主要部分我们是针对族群的部分 去分为低中高年级适性的发展 那也就是我这次为什么带那么多的球员下来 担任小教练的原因 我们希望除了他从中能学到一些篮球的技巧跟概念之外 不只是玩篮球 也可以从里面学到一些这些概念 这是我们这一次来推展主要的目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也希望从篮球的运动来推广 他们对于身体的一些体能跟肌力 跟敏捷性的一些训练 这次的金英培训营有不少小女生参加 总教练梁家英也承展其中原住民小朋友 有不错的体育细胞 期盼未来可以多加培育 这次也带14位球员担任助理教练 带领在地9到13岁的小学员 从多元区位的角度接触篮球 主办的华联线篮球协会吉安湘体育会 期盼能栽培这些喜爱篮球的小小学员 为国家争光 未来更多活动讯息 可关注第一届小大师篮球精英培训营FB粉丝专页 记者蒋帮燕华联市报导